小高 你相信吗 眼睛只会骗人的 你没听说过吗 眼见雷神 那我就要你怀疑一下 有些事情并不是像你看到的那样 视觉错觉挑战 这个动图你们是不是看到很多小人在爬楼梯 而且往下跳 对啊 还在跑呢 你们看到也是这样的吗 那么现在拿出你们的手机 不停的点击屏幕 暂停 继续 你会发现 它一点都没有动 这就是视觉错觉了 现在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吗 哦 确实 nice 现在这张图片 你是不是只能看到杂乱无章的小颜点 对啊 看到我眼都画了 其实里面隐藏着一幅世界名画 还是一个人的呢 嗯 哦 哎 我眯着眼 好像能看到咯 你们 看到了吗 如果能看到的小伙伴 一定能拥有一幅好势力 你数一下这里一共有多少只鸭子 一二三四六五六七八九 九只啊 几只啊 哎 慢着慢着 这里还有两只 九十十一百 十一只 据说呢 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才能数出十二只以上的鸭子 哦 看来你是一般人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就数到多少只啊 我才不告诉你 小伴你们能数到多少只 你看到这两张图片分别是什么颜色吗 这不是显明意见吗 一个蓝一个绿 你再细心地看一下 嗯 我百分百确定 一个蓝一个绿 其实这两个球是同样的颜色 哦 哦 真的是一样 不知道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 还是你的图片欺骗了我 这就是视觉错觉 解释得很好 不用再解释了 这张图片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爱意识党啊 不错不错不错 终于终于回了 其实它里面还藏了另外一个人 蛤 还有一个人 嗯 没有啊 小伙伴快点告诉他另外一个是谁 最后来一个十级难度的 你看到火车是向哪个方向行驶的 向前行驶啊 计算看到的点不一样 火车的行驶方向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向前行驶啊 没错啊 小伙伴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让我看一下有没有小伙伴看到它是向后行驶的 喵耶 拜拜